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深喉嚨 我新聞 我真相 我內幕 給多深 我多深 今天的新聞深喉嚨 我們要製播台灣低薪的特別報導 在過去這一段期間 從勞擊法修正案以來 大家都在探討台灣的勞工問題 過勞與低薪 基本上現在已經是國安議題了 而新聞深喉嚨 我們的深喉嚨 我們的深喉嚨 三位特派記者 在過去這一段期間 也從各個層面 來了解台灣的低薪問題 包括了產業的層面 學校教育的層面 還有過去歷史上面 所遺留下來的經濟結構的問題 貨幣政策等等來探討 這個低薪問題 到底該如何解決 我們的政府 能夠拿出正確的對策嗎 先介紹今天節目來賓 三位特派記者李佩軒 小燕姐好 大家好 黃順陽 小燕姐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黎一璇 小燕姐好 大家好 節目現場我們也邀請幾位來賓 一起來探討相關的議題 前行政院發言人鄭麗文 大家好 鄭麗文評論員沈富雄 大家好 國家與國際事務專家賴月謙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談論事議員謝龍介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 到底台灣低薪的族群 最嚴重的就在服務業的員工 到底為什麼服務業會是台灣 最低薪最過勞的一群呢 我們跟著佩軒的報導 先來了解這個問題的現象 你會發現你所做的跟你領到的錢不太對 你會發現你所做的跟你領到的錢不太對 你只要留一路高 然後又不給薪高一點 然後讓大家能留得住 領著最低基本工資 餐飲業的怒吼小英總統 你聽到了嗎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全力以赴 改善年輕人的低薪問題 哈囉 嗨 想想的了 對啊 那也六點多了耶 對啊 今天不用加班 等一下回家啊 沒有 等一下還要幾點上班 你還要上班 現在已經六點多了 你要上什麼班 在素食店檢測 要上到幾點 今天平時上到十一點 這樣回到家也差不多十二點多 對 差不多 那你平時要早上幾點上班 這邊的話是九點 早上九點到六點 那加班的話就知道囉 下班時間一到 小資女小魚 外套內換上素食店制服 趕往十二公里遠的下一份工作 兩份工 站住了一天十三小時 二十二歲的小魚 子管系畢業 白天做電子商務 月領二十八K 晚上變身素食店員 回到食星生活 我們最近的招累 隨便你的工作都是一百五起跳 而且是從起星還是一三三的時候開始 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有沒有調漲 但是相對來講是 我們就是沒有進步 就是只是跟著積分公司在調漲 計時人員心酸 小魚很有感 花四年半從基層外場 爬到管理階層 實行進多不到十塊錢 吃力不討好工作 誰要做 沒有人想生 因為說 就回到剛剛那個吧 才多七塊錢 到獲到十塊錢 然後你要做那麼多事情 然後 而且其實我們這樣子的那個 排班沒有服務員那麼彈性 對 所以一般人 可能不會想要省錢 元難興致上路 計時人員基本工資 從實行一百三十三元變成一百四十元 計程餐飲員工卻不見 加薪喜悅 警衣是零 然後要大家待個久 其實真的是滿困難的一件事 老闆那個階層的人 就不會想要幫員工加薪啊 一定拖到最後這邊 對 一定就是跟著基本工資 跟政府一起 穿梭廚房 日平均工作八小時 來到這一家連鎖滷味店 正值午餐時段 即使人員忙得焦頭爛額 中間 做得很明顯對不對 因為站太久了 所以整件時數太長了 所以腳底撐不了 140元時薪 月收八天 每個月薪水平均兩萬一 那場服務生芝芝 佔到足底筋膜炎 每個月幫忙家用 加上強迫儲蓄和油錢 僅剩的三千五百塊 多一筆花費都頂 斤斤計較 我自己花費很少 因為我是吃家裡的 然後公司有付餐 我很少的花錢在外面 你沒有那個餐廢了 其實 沒有沒有 太刻意了 生片有去貴嗎 我很少耶 有時候出去的時候沒錢 他們說 我們吃個一兩百塊的小火鍋 然後去個貴聊聊天這樣子 2011年至2015年間 餐廳業低薪人數增加1.8萬人 昔日高職當中火紅的餐飲科 卻成為日後低薪代表 這支的高職同學超過半數早轉行 剩下的就在低薪環境載服載成 看不到未來 希望老闆他們可以就是 給他們真正該給的薪水 因為我真的覺得大家都做得很累 好險是住家裡 不然假如房租壓力 這樣成本攀下去 可能連結婚生小孩都不敢想 會想要再多學一些技能 對 往另外的行列發展 對 假設可以重新再來的話 看一夜低薪的問題 絕對不像表面那麼簡單 一份五六十元的餐點 能夠拿出多少來幫員工加薪呢 台灣追求高CP值 銅板價的飲食文化 只會與家務的高薪 呈現一種惡性循環 如果有可能需要的話 當然會啊 這不能太多 因為你調個五塊 其實客人已經在叫 你不可能再多啊 頂多最多就是五塊 那你也不可能 短期內很多次數的調整 不管就是要東西很便宜 可是你要考慮到現在原物料 真的是越來越貴 那我們成本也都提高了 還有員工的薪水 對啊 如果今天是為了員工薪水 他們被迫這一碗麵 得調價十塊錢呢 這五塊錢左右 因為平均下來 如果他生意不錯的話 漲五塊 員工薪水還是可以調漲 是可以接受 可是還是不會太難吃 對 還是消費太難 還是會有一點的過濾 寶貴顧客流失不起 一份多五元多十元 都彷彿利潤往業者心頭刺 倘若非得增加成本 要集體加薪 亦或推長期餐點折扣 多數業者竟寧可選擇犧牲員工 我們兩個同事都進行了 幫員工調薪 然後我們也特別辦了一個VIP 然後每天來都折扣 雙箱 那哪個比較花錢 比較花錢 員工加錢部分比較花錢 大概會增加百分之二十 活動做折扣的話 會落在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不是負擔不起調薪 只是權衡之下 寧可把開銷用在折扣下沙 但餐飲業根本終究得扣人 員工來來去去 損失未必就少 也有業者反其道而行 同樣都是餐飲業 警察封開出的外廠服務人員 鑑於三萬九到四萬三之間 另外內廠的處事 是近於51K到56K之間 即便這麼多年來 他們漲價平平 但客源依重不見減少 頂泰豐的薪水 確實無人能出起誘 曾一年半漲了18% 不到兩年又調漲 消費者照樣買單 但要說品牌就是唯一姐 爐肉飯名店胡十張 定位卡在庶民美食 和精緻小吃間尷尬位置 光因食材跟進調漲 就屢屢遭致罵聲 壓縮了價位 連帶壓縮 加行空間 只是經濟不景氣 肯樹立品牌的又有幾個 多數餐飲業 人選擇在最低成本支出中 來回拉扯 政府微幅的工資調整 給了雇主空間 調薪 邊一下 走一步 哭的卻都是這些 蔡總統心中最軟的一塊 好的 我們看到 這個是低薪問題 最嚴重的服務業 特別是餐飲業 而在這一趟的採訪當中 我們也看到這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的臉譜 他們大概的薪水 都在25K上下 剛出社會25K上下 如果是要在台北生活的話 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特別是在服務業工作的 工時又很長 剛才看到的幾個例子 都是這樣 之前行政院的發言人 徐國勇還講說 要限制廠商來招標的時候 那些工人的薪水 在3萬塊以上 其實他不知道 低薪問題最嚴重的是在服務業 現在過年前 賴院長要拿出方案 來解決低薪問題 有什麼具體的方案可以建議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要下很大的決心跟魄力 你不能夠 因為它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問題 低薪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問題 是沒有錯 所以他就很容易變成是 執政者跟所有的人 他都有理由 這個理由我們聽久了 都變成藉口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因為我這個成本太高了 然後一個推一個 政府也會說 就譬如說好像 世俊錡最近講的 要長可以 可是我們的GDP 成長率沒有這麼高 你就變成薪資 漲得過高的話 那是不是中小企業 就會倒了 中小企業倒的話 就是說 倒了就裁員 裁員他們就失業 沒有錯 經濟本來就是一個 環環相扣的一件事情 可是如果你就說 如果這個要升可以 後面就會垮 那個就嚴重 又有那個問題 你就會永遠沒有辦法改 所以他就會變成是 讓我們感覺到說 一直是往下沉淪 而沒有辦法上上提升 你一定要想到一個 大刀闊斧的一個破點 然後逼迫大家 不能夠在這裡頭 一直輪迴下去 所以譬如說 今天當他講說 南韓一升 就是16%的漲幅 基本工資 南韓的GDP成長 也沒有16% 大陸都沒有16%了 南韓怎麼會有16% 施俊吉就講說 所以你看他們的公司 都倒光光 現在公司哪裡有倒光光 哪裡有大家通通都失業 沒有 人家今年 還3萬美金的人均收入 還比台灣超出很多 所以他必須從這邊打破 逼迫你 沒有辦法 在這樣的條件生存下的企業 必須被淘汰 然後你其他的企業 必須想辦法升級 你一定要從其中一個點 甚至很多點去突破它 然後透過這種正確的 政策 環境的改變 去改變它 否則這些年輕人 真的非常的辛苦 過去這些年 譬如說 美國QE的關係 因為雷曼兄弟倒了 然後美國就一直印鈔票 全球就非常多的錢 很多的錢 其中有一個 就是跑來台灣 就幹嘛 炒房地產 他不會真的去投資實業 一定是股市 房市 所以房地產變得很貴 一般人他根本就買不起 因為其實經濟是不好的 他根本就買不起 租房子也租不起 薪水 錢也不會到 房價變很高 錢也不會讓這些服務業 或底層的勞工賺到 所以 但是這些我在想 很多服務業 小店面等等的 他面臨最大的支出是什麼 其實是租金 你看今天 包括台北市的東區 還有很多重要的這些店面街 商街 其實都熄燈得很厲害 可是為什麼商家 就是不願意把房租調降 最有名就是台北市的天母 台北市天母的房價 永遠不肯降 雖然他已經非常的蕭條了 因為他只好是一降下去 我就撈去 要再生回來很困難 你知道嗎 物價漲了要跌很難 非常非常的 房租跌了要漲很難 非常非常的困難 對於這些老闆來講 他覺得我有非常多的 不確定的因素會發生 我一定要穿一些錢下去等 我不可能夠把錢 花在給員工調薪上面 鼎泰豐真的是一個 太棒的例子 鼎泰豐才是真正的台灣之光 他真的願意花錢 在他的員工上面 讓他們入股 他們的薪水起薪就非常的高 所以你去鼎泰豐 你就知道他們的服務 是一級棒的 因為每一個在裡面工作的人 都把他當作是自己家的店 而不是說 我今天實在是沒辦法來上班 所以他們每一個人 都像老闆一樣 你就知道他的服務 他做事很認真 然後真的服務非常非常的到位 鼎泰豐的東西 雖然他比一般的這種 小吃稍微貴 可是他也不是什麼五星級 非常非常豪華 非常貴的餐點 所以這裡頭的環環相扣 我還是必須講 今天的年輕人 他當這麼 因為薪水很低 所以他的工時就要長 不然他活不下去 我薪水這麼低 我就必須長時間工作 我長時間工作 我怎麼有辦法 像這些大老闆的說 年輕人 不要只急著賺錢 他賺的是什麼錢 年輕人 你要好好充實自己 對不對 要學習 提升你的競爭力 這樣未來你有更好的機會 他根本20歲 20幾歲的時候 他就被生活的蛋子 壓得喘不過氣了 那是有靠霸足 如果你的父母沒房子 如果你的父母 甚至於你家裡面 你還有老父母要養 你想想看他20幾 就2萬多 20幾K的薪水 他要怎麼過日子 就變成說 為什麼我們貧富差距 會拉大的原因 他們怎麼翻身 哪裡有機會翻身 他除非中了樂透了 不然他哪裡有時間可以翻身 那就變成他就永遠 在這個經濟的弱勢跟底層 可是強勢的人 用錢賺錢 你知道有多簡單 有多容易 所以在這裡的情形底下 他就變成一個非常嚴重的 社會問題 我很同意 今天開宗民意講 低薪是一個國安問題 他不是年輕人的問題 他不是勞工的問題 他是整體台灣必須 全國一起來面對 這個長期累積的共業 用最大的決心來翻轉他 低薪背後是整個我們的 產業的問題 我們的競爭力的問題 我們的工作環境的問題 我們的投資環境的問題 我們要不要生小孩的問題 全部通通都在這裡面 不過到底要從哪一個破口開始 讓這一個循環能夠打破 用另外一個方向來往上循環 剛才沈大老非常認真的在看 這些低薪的議題 應該也想出一個不錯的方法 我問你 沛先採訪的這一段 就是服務業裡頭的餐飲業 餐飲業裡頭的素食業 也就是大家所講的外食 那吊詭的地方在哪裡 你想老百姓說價格漲了 東西變貴了 其實他們都在講外食 那我就要請問大家 為什麼大家最貴的行業的員工 薪水反而特別低 這裡頭的奧妙 大家有沒有去想到 對不對 那我告訴大家 講到薪水就要跟價格搞在一起 你訪問了麥當勞嗎 麥當勞就有所謂大麥克指數 大麥克指數就表示說 我們的台灣的價格 到底是貴還是便宜 在一個美國的旅客來到台灣 用同樣的價錢 他在美國買一個 大麥克 大麥克 在台灣可以買2.12個 所以台灣的東西是便宜的 是便宜的 但是我們的人是不服氣的 為什麼 因為別的東西 也許連漲都沒有漲 也許還跌價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沒有感受到 低薪我也沒有感受到 低價的好處 因為還有一個比 叫做薪價比 其中的東西雖然便宜 但是我薪水更差 這個就凸顯彭懷南 不久以前講了一句荒唐的話 彭懷南怎麼講 他說低薪低價的日子 不見得比高薪高價的日子 不好 這樣的總裁 是說他在賣台 我實在說 真的非常沒有學問 全世界高薪高價的地方 譬如說瑞士 譬如說挪威 他們都高薪 但是他們的薪水更高 他們高物價 薪水也高 不是你問彭懷南 他是要去富裕 還是要去瑞士 所以大老你的解方 就是彭懷南下台 那也快要達到 對 但是我們明星悶了20年 那現在是 這個年輕人 其實有一些一部分 也要怪自己 因為最近譬如說教育 我們就要談到教育 教育最流行的這幾年 就是餐飲業 因為觀光裡面的餐飲 餐飲業裡頭的 中餐還是西餐 我請問大家 我有不少朋友的小孩 都訓練觀光裡頭的餐飲 到了最後要畢業的時候 他們選擇西餐還是中餐 你猜猜猜看 才四餐 因為四餐不會流汗 手不會黑 上面沒有大廚二廚三廚在幹嘛 輕輕鬆鬆起來之後 他在頂台風 頂台風中餐 你說頂台風就不對 頂台風是特律 你要做到頂台風那種層次 不是每個人能夠做得到的 他不是簡簡單單的外食的餐業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就開什麼 開個咖啡 我也咖啡 你也咖啡 開沒有多久咖啡通通倒掉 所以這個是要檢討自己 所以我在這裡 我同意立文一部分 你今天有搭計程車嗎 不是 我搭營立 我同意立文一部分 就是說這些人 不能在這個原點翻身 絕對不可能 而且我在這裡 忠告我們的年輕朋友 不要再念觀光系了 也尤其不要念觀光系 蜜頭的餐飲業 因為這個是沒有機會了 等一下那些餐飲學校 要打電話來抗議 不是 為什麼 你這個薪水漲不上去 因為你不要 老闆同樣的薪水 可以再請別人 因為你沒有特殊技巧 你現在剛剛做的事情 你去採訪做的那些事情 誰都會 連我這個80歲的老熟子我也會 只是人家說你老爽而已 不說要搬搬搬 我也會 對不對 這樣每個人都懂得 但是你偏偏在這個 非常不好的 低薪低價的環境裡頭 你減了一個最糟糕的行業 這怪誰 可是彭總裁下台以後 可能就不再是低薪低收入 低薪低價格的時代 不一定 因為你就反轉了 還不到彭總裁下台 我們最近這幾個月 我注意到有一點轉機 為什麼 我們台幣下午3點半 央行不再買費了 所以我們的台幣已經從32塊 漲到29 破30了 這個是彭外蘭還是良心發現嗎 說老子要下台了 我過去的錯誤 我現在要收拾一下 不是的 是川普 其實台灣的結果 其實所有的國家薪水是全出來 全出來 沒有找一個老闆說 錢要感恩 從那裡黏起來幫你加薪水 很少 錢沒人陷阱 因為他說 你台灣每天下午3點半 就要進場買費 我要把你列出黑名單 彭外蘭就收手 收手以後就破30 破30以後 你看我們的外國 我們的出口有沒有下去 沒有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還比以前都好 所以我們要花20年的時間 才證明大家都讚美的 14A的總裁 After all After all是錯的 我們希望我們不要再花20年 才能夠打破這個低薪循環 希望很快就能夠見到改善 再等20年我就已經揍鼓 沈道勸這些年輕人 不要在這樣子低薪的行業 停留太久 請問一下佩萱 在你採訪的這些年輕人當中 他們都在這個行業待了多久 他們有打算要趕快跳出 這個低薪的行業 找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嗎 我覺得這件事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 他其實並不是待很短就走 他應該是說 他也許在這間餐廳 也許是素食餐廳或是任何 他可能待不久 跳了之後 但他還是在餐飲業裡面 對 他還是在做餐飲業相關 其實基本上我們有問過他們 半數以上的餐廳 無分中餐 西餐 無分他價格多少 他給員工的薪水就是這麼低 都是拿最低的工資 就是時薪制的服務業的員工 可能差不多就是在 這一個薪資範圍內 所以他就算跳到 其他的公司去 他還是在同一個行業裡面 你要叫他大轉行嗎 不是 這行有一個行規 要不然你去問 代勝義 代勝通就知道了 他們都一群人進來都在挑 就看Leader 因為如果你能夠跳 變成去領班的Leader 那你薪水可以跳上一局 但是我告訴你 你不行的人 再怎麼跳 不是Leader就不是Leader 不過剛剛那個 單題報導當中也有講 就算你到了管理層 你的時薪能夠加的幅度 非常低 但是負擔的責任更多 你可能變成責任制的事情 變得更多 所以基本上在這個行業裡頭 搞不好大家根本都不想 網上晉升成主管階層 而整個台灣低薪的問題 我們看到除了服務業之外 再從這個地域區別來看 南部的低薪問題 又比北部嚴重非常非常的多 網路上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 他同樣的工作 他在台北所領到的薪水 跟他在南部 就有非常大的落差 到底為什麼南部的低薪問題 又比北部嚴重 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我喜歡高雄 因為它是我的出生地 但是真正現在長大了之後 還覺得好像一切變得更加強 今天晚上要出差 所以就會在外面的宿舍的主屋處 30歲的BOBO 七年換了幾間公司 改任行銷企劃的他 月薪人在3萬元 扣用勞健保只剩28到29K 日子繼續過 但心中願望卻變奢望 來不及 快遲到了 有錢大概都快3千塊 那邊是美術館區 就是豪宅區 可是其實你看 我住在這邊的小套房 每天回來就想說 如果我家可以是那邊的話 有多好 但是回到現實面想一想 這麼不可能的事 是啊 怎麼可能 存錢 存一輩子都不可能 最熟悉的路 最不敢想的現實 面對護駕災高 行之 原地踏步 吃頓早飯 精打細算 必去的 可是我要早安 我要一份培根蛋餅 好 還有一杯紅茶 中杯就好了 跟一樣的薪水 然後可以用28塊買到早餐 但是現在花到50塊 莎莎 兩個給我飯 好 同樣生活在高雄 李先生在空訓航當店員 2萬4的薪水 也讓他得好好排算 每天午餐 不可能買太貴了 公司帶高好吃的 好 還有一百塊以內吧 他日游的話 我可能稍微自安心 我午餐就沒吃了 當作省一餐 當作省一餐 就可能兩餐並做一餐 吃好一點 幫忙付房大 一個是我跟我哥一起買的 就我一萬九 我付一萬 我哥付九千 因為水電跟網路 都是他在繳 好 那這樣子 你這樣繳完之後 你薪水還有剩嗎 有啦 可是差不多一半就沒了 我剛退伍的時候 是做速發的倉儲 剛才速發的倉儲 那時候 他那時候是 倉儲是沒有銷售獎金的 所以說每個月大概 都是兩萬三 還要扣掉來做老健保 曾做過不少工作 永遠跳不出兩萬多圈圈 身旁朋友也都領兩萬出頭 這深深困境 李先生兩手一攤 摸摸鼻子任命 埋頭繼續苦幹 爸爸媽媽不在身邊 對 我跟爺爺相依為命這樣 那總覺得想要給爺爺 過好一點的生活 可是卻好像自己 很沒那個能力 從小半公半讀 只想快快長大養爺爺 但BOBO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 卻是遇到把年輕人釘死的 22K風暴 我覺得自己剛畢業一兩年 應該就是一開始最基本的薪資 大概也有兩萬四 就殊不知一出社會的時候 人家是開給你兩萬二 還滿挫折 接下來到這個呢 你們待會兒會看到一個 主要的主角 因為現在是抱著熱忱嘛 但是每次每個月拿到薪資單的時候 因為認證好像就會被消遇些些 六十年代喔 五六十年代了 對 紅白金 現在我們買一台PS4多少錢 幾萬塊 超幾萬對不對 對 你薪水有漲嗎 對 要出貨的嗎 對啊 晚拍的 那一頭我們來到台南拜訪翔哥 這天下午他在3C用品店工作 接待出貨一把揍 今年39歲的他 儼然富店長 薪水總該不錯吧 說你高中那時候 打工就可以賺兩萬多 對啊 那現在也是兩萬多 現在也是 對啊 所以現在薪資 如果說出差很多也 我是覺得根本就沒進步退步 兩萬七的薪水對翔哥來說 存小錢不敢結婚 再怎麼無奈也無法改變 因為這行業 這數字 在台南已經很不錯 一個月兩萬多做不做 不錯後面我再找人 還是不錯啊 南部人就是這樣 阿德 好啦 忙著啦 去旅找馬 通常騎完旅之後 還是再騎二隻旅 不會要去找那隻馬了 任勞任怨的南部人 扣除基本開銷 扣著每月剩下的微博儲蓄 一點一點累積 當成人生打拼資本 我曾經跟爺爺說 我有一天我長大 我一定會開車 然後帶你出去玩 對 但是這一點我到現在 我都還沒做到 很多事情都變成跟以前 想像的不一樣了 以前覺得好像我一到30歲 我一定可以買一間房子 想辦法就是努力工作看能不能賺多一點 就這樣子 我室友朋友去澳洲打工 他跟我講說他那邊薪水多高 給我大概七八萬吧 如果說有中介要介紹你出去的話 你要有一筆足夠的存款才可以 前幾個月是有這樣想過 可是看了一下我銀行存款是不夠的 繁忙都市衝促腳步 人們來來去去為自己奮鬥 复習班看板 宣傳證照考試研究所 但怎麼考 學歷再高 諷刺的是更多南部人 最後還是被錢追著跑 得過且過 看著落在口袋的薪水 南部行情價普遍兩萬多元 拚經濟到底拚到誰的經濟 這讓人驚訝的數字 更辛酸的是 底薪人們已經見怪不怪 我一個月的話 都一樣是大學生的2000 就是22K的 而且應該也是就是20初而已 但基本都在兩萬億 學生剛畢業剛出這位 應該就是在大概兩萬四上下 就在台南的話 20幾克的薪水勞工真的夠用嗎 現在我們就從台南最熱鬧的市中心 再一路往南走 來到高雄 這裡是新絕交 也是熱鬧繁榮的商圈之一 自然工作機會也跟著多 那這裡的薪資呢 一三五 一百二左右 大概二四 二五 我剛剛那個退伍 所以現在大概二三 薪資大概落在兩萬五左右 同性質的行業比起北部 起薪的話大概差五千左右 沒辦法 不然你就去北部工作 對啊 台灣低薪 常年社會議題 南部情況又比北部更嚴重 職場的不友善逐漸變誇張 到底怎麼了 我們台灣有很多雇主 把那個勞基法當成是天花板在看待 我們為他們這樣的一個 這個短事 這個二萬 就是說他能不能經營得下去 是靠這塊土地的所有人 有沒有消費能力嗎 如果今天大家都是低薪 口袋都沒有錢 我就沒有辦法消費 那這個內需市場就疲軟 你把它踩到腳底下 你根本活不下去 你千萬不要以為 我把工人的工資壓到腳底下了 我就賺錢了 你去哪裡賺啊 因為我們一年都會 翻市場的九二部晚會 大型的 市場走動在那個九二部晚會 致辭的時候就呼籲 我們雇主一樣要調升薪水 提供勞動條件的部分 實在是距離基層感受太遙遠 從台南一路問到高雄市勞工局 政府政策是如此空白 感受不到低薪時速列車 高雄勞工局更沉浸在 勞動部給的提撥退休資料 強調高雄市三萬三千元的排名 是全國第十名 不是和勞工活在兩個世界 就是思考邏輯和勞工很不同 2萬1 就是24 243 8 8109 地心環境依然充滿台灣各角落 南部人疲憊又努力的生活 背著包袱不滿無從抒發 只能想盡辦法在不友善環境找解透 卻永遠找不到出口 龍姐 這是你們南部的問題 為什麼你們南部的低薪問題 比北部還嚴重這麼多 這跟目標有關的 我們台南吃一碗米三十五四十 你們台北吃一碗米要五十七條 差三千 這也是低薪低物價 三千 所以你伯伯兩萬五 兩萬八在台北不會生我 兩萬五在台南會生我 這是不一樣的 人家在畢業的時候 北部跟南部有差 我們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的教育部教育的單位 跟產業的單位是脫節 也就是說我們不知道現在跟未來 台灣的產業的發展的趨勢跟方向 好好飯店合作 現在一個期 把這些小孩當作什麼 他們是都要做基金主而已 所以就已經從基本的結果 開始好好地比較進行 其實那半年一年 處理就是最基金主 就已經把你訂好了 訂好了這就是一個市場 後來市場之後 你說說有人成為幹部 他還要做一間餐廳飯店 他不早就找好了 所以你們來就是 他一直來留一些 民養比較好看 促養比較好 可以當男民 他就把你搬去 服務主導 服務信仰道這種 看他經過分人 你沒有價錢 是你比較好看 加班的時候 讓你優先加班 是這樣而已 所以這不是北部中部人 如果這個學校跟餐廳結合 這是已經變成一個犧牲了 你很難去他改 因為學校他越多學生越好 他現在很多學校是缺學生的 你問說我要託餐廳 你記得問他他學校就倒了 學校 因為這怎麼 他學校的生結到最後 他就讓他去餐廳 去餐廳去飯店去試試 所以我認為說 這不是這樣而已 剛才你又說了一個年輕人 我服務主導 我現在觀眾朋友 你如果看這個 你的孩子如果跟你說 他要開店 你們在說就叫做加盟店 很多賣庭或賣什麼 很多加盟店 我這兩三年 我服務主導處理七間 什麼案件 他加盟到開業 到收起來 沒有到兩年了 做一年 一年五個月 最久的一年十個月 他媽媽出來說議員拜託 我們收起來 我們已經了兩百貴 說還要欠他百貴 了兩百貴 還要欠那一百貴 你說為什麼還要欠他百貴 他說沒有 我們要加盟的時候 有簽一張本票 譬如說你加盟掛中修 有的一百 有的到兩百 不定了 你就要另外再開一張本票 給他開 開後年輕人就這樣 你就要做老闆 我說我開店 我有開店 所以我就說你為什麼了解 你請的完工 你請他們同學 為什麼請他們同學 跟兩萬人而已 因為最低薪資 還有兩萬人 還有兼職 我說你如果是這樣 你敢有開店 你敢有考慮 他說沒有人家加盟 去就都把你用拼拼 你就變老闆了 所以我到處都把他們解決了 現在還有人要加盟 他說你怎麼去問那製機員 我怎麼去問那製機員 我說來你把你們的小孩帶來 我說你要做什麼店 來那間什麼店 泡沫的 來 我帶你來 他說你這裡要多少 他說家家要百三 百三你就可以開店 我說來你來看這間我帶你來 我就帶他去坐車上 坐三點半小時 我說今天教你 你現在開始去一杯 兩杯 三杯 四個來 五個來 一個要賣幾杯 觸水兩萬 你請兩個兼職 一個輩子的 一個要做幾點鐘 你要賣幾杯 給觸水錢 給電錢 給水錢 你要怎麼賺 到最後他就知道 這樣問四個 年輕人他是一個衝動 他不去思考說他是吃頭路 或是兼職 去人家做點鐘 或是做老闆 你說不是富二代 很難苦 四大人入錢沒幾年 幾百萬而已 想說年輕人 孩子要做頭路 我看不好 停了 停了好洗 等半這樣 後期的我要賠人 一兩百萬 我們最後都去坐 坐那個賠人 賠人 本平行人 他就撞到一塊仔 要再賠什麼 我們是去處理這個 所以年輕人他不是 第一心是 他包括他做老闆的時候 他也跟他的同儕叫進來 也是這麼處理 他也沒有說 我叫我當好進來 三萬五千條 沒有 所以南部跟北部 因為沒計 還有生活的保證比較慢 所以南部 其實台灣的結果 其實所有的國家 薪水是全出來 白出來 沒有找到一個老闆說錢 要跟他對他的落地 淹起來幫你加薪水 很少 錢沒人欠債 所以馬總統 過去八年把那個 贏縮稅 從25%降到17%的時候 他就說希望老闆 把老闆加薪水 這是錯誤的 老闆沒幾個要加的 到底台灣 中小企業占多少 大企業占多少 其實大家都含著話 其實台灣現在 服務業已經占70%以上 所以你們怎麼去採訪到 那些薪水一半一半 大數都是服務業 那麼這些人 你要怎麼叫他的老闆加薪 你把港營收水 現在來創總統起來 你營收水又加3% 又加起來20% 你看老闆是 把我降8% 17%我就不敢加薪 你現在又把我起3% 還要叫我加薪 這就是要擺 頂了 開始加下去 勒煮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我們不能用台灣比台灣 因為為什麼 去年一年 我們的出銷 只有大陸的部門 我們就出銷760幾億美金 因為我們在大陸順銷 要跟我們2.3千億的代表 所以我建議說 這節目要比高 除了台灣北中南比以外 你要把大陸一山到二山的山群 拿去比 我們現在在北京 上海更多千元 以外就對了 你還比二山 在今年一半年到一九年到二空年 這三年多下去比就對了 台灣人比較的驚鴻 這年輕人比較的驚鴻 你比台灣他不會驚鴻 我跟你講你一年一年 讓對空大陸一個山群 一個山群 把你照顧 所以說薪水架 你要怎麼去撿自豪 過去自豪 負政府在討論 政府是負自豪在說而已 政府負老闆在討論 什麼薪水架 那是不對的 如果六天變成工費不夠力 工費負政府 像台南市高雄市 那是沒有檢查的 像我們的勞動檢查 是沒有檢查 那一句話 我們沒有在檢查 因為如果六千鳥 他就是準備要停 他的衣服要改了 所有企業問話的都跟我說 來給我檢查 這個我檢查下去 我說給你 不要說我幫你保證不會檢查 剛才要檢查你跟腳底部 我沒辦法 現在他們在檢查 這個一零一零六千鳥檢查 今天是怕什麼 怕六天去檢查 六天主動去基報 所以老闆他不讓你加班 我沒辦法違法 我沒可能讓你落在你的手 你看習近平 我才要罰六萬基條 令你還要十九月來檢查 所以今天變成 族風跟勞風 全都已經沒有信任 全都沒有信任 要怎麼在族風開的討論的時候 要讓勞風代表裡面 不可以族風跟政府說 然後勞工跟政府說 怎麼說勞工就說不定 尤其薪水的結果 就是一窩蜂 大家含我了 很好到時候 我只看一個 他來到了百五萬 又補他們同學加盟 加盟 只有一堂三四經加盟 大家都做老闆 他們老闆要一台車 五六十萬 做老闆大家去收小 靠小朋友收 一年十個月不夠 後一年一個月 後一年兩個月就收起來 這個節目你今天看了就對了 你女兒又告訴你 他要加盟電就對了 你就先來服務處找我 我沒有騙你 我先跟你說最多 三腳步這間店 三腳步這間店 老闆會吃那麼多 有人那麼多在搖 搖到最後大家都不用老闆 才會不會低薪 我告訴大家 趁其後我就告訴大家 大船不能唸 心理系不能唸 那個社會系不能唸 凡是有一班裡頭 學生一兩百個的 都不能唸 一兩百個的 考試很容易過的 裡頭沒有數學的 每個人都可以踏實的 那些系都不能唸 所以看這個節目收穫不少 又不能去餐飲業 然後不能夠去加盟店 不過我還是問一下逸璇 這些年輕人 剛才龍介說 要自己跟老闆爭取 或是年輕人要覺醒 才有可能改變這個薪資結構 不然老闆是不可能 自己從口袋裡頭 拿錢出來加薪的 你採訪這些年輕人 他們有這樣子的一個企圖心嗎 其實有分幾種 大概像有些可能自己 對於自己比較有信心的 他會去跟老闆來談這個條件 說是不是可以加薪等等的 另外一種他可能是 有成功的嗎 但還是沒有成功 可能還是最後會受到一些壓力 因為老闆可能會覺得說 你就是特立獨行 大家都很安靜 為什麼只有你來 爭取這個權益 他可能會 可能對你的印象不好 或者是你之後會被為難等等 所以可能也不是那麼敢說了 對 年輕人到底認不認知到 這個低薪的問題 他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才有辦法解決 是不是從在學校裡頭的教育 就沒有告訴這些年輕人 包括有這麼多人 一窩蜂去念餐飲相關的科系 難道他們不知道 出了社會之後 拿到的薪水在餐飲業 是這樣子的低嗎 所以學校教育 如何去跟現實的社會 做一個銜接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我們來看這則報導 就知道這些還沒有 踏進社會的在學的學生 到底怎麼認知這件事情 如果在六年前 有人過來採訪我 問我知不知道畢業之後 這薪水會是怎麼樣 我想我恐怕還是會回三萬以上吧 但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根據統計 台灣低薪組逼近四分之一 超過130萬人 每個月領著22到23K 我們常常講到很多低薪的產業 事實上在媒體業裡面 也有很多根本就是窮忙的工作 我大學的時候念的是大船系 畢業之後進入第一份工作 是公關公司 那個時候每天都要加班 而且假日的時候 也常常都要回來上班 但對我們來說 那一份工作其實根本就是打雜而已 就怕畢業及失業 出社會後廣頭履歷 把大學科系當作服務 進入低薪產業之一的媒體業 以為從此一帆風順 卻與多數應節畢業生 一同捲入低薪漩 我的第二份工作 是娛樂的這個境外媒體 就是你常常看到娛樂的記者會上面 拿著一大堆的麥牌那樣的工作 不過那樣的記者 他的工作必須包含了有寫稿 採訪 還有再回去撿袋 常常要撿到半夜 26K這樣的薪水 根本就沒有符合當時 腦力跟勞力的付出 初次就業平均起薪25540元 全台低薪族6成介於21到34歲 3萬元以下佔了45% 25%的高達4成 多數踏出大學校門 就跌進薪資谷底 遺憾的是比上不足 比下人有餘 我今天請來的是我大學同學 我們已經五年沒有見面了 之前有聽說他有帶過劇組 但是現在後來後去到底怎麼樣 其實都不太清楚 雅雯 超久沒見了 最近還好嗎 還...還好 還是很累嗎 很累 劇場工作好的就是 自己喜歡 然後你做得開心 可是不好的就是 給的薪水其實就是真的很低 然後要做很多的事情這樣 自大學編織的美夢 卻遭現實潑了一桶冷水 逐夢代價是過去五年時間 薪水已濟零 案子結束就宣告失業 雅雯今年30歲 年歲上邁入新里程碑 經濟狀況卻還在畢業那一年 原地踏步 我記得我訂一份 結案的劇場案子 我記得那時候領兩萬多塊 是一個月給不是 不是 工作期大概有三個月到四個月 那你什麼過程會 就是你每次的花費你都會 都會擔心 因為你不知道你下一份薪水在哪裡 然後我自己怕什麼時候要進來 所以我知道可能簡單的幾千塊 對我那時候來講 會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脫離不了低薪泥沼 雅雯的案例 只是偌大傾平社會的渺小縮影 付出卻沒等值報酬 社會大學教會我們的事 跟教科書成平行時空 其實我覺得 我們跟外界的斷層 是有一點嚴重的 剛好是沒有動力 我們出來的新居在裡面 你有印象嗎 沒有耶 通常都看新聞 新聞的基本工資2萬2 22K 不會像發生在我們身上 你不覺得嗎 沒有想過 感覺好像很遙遠 最現況一片空白 被捂住的薪資真相 哪個環節錯失知的權利 我們重回校園找答案 你們覺得自己畢業之後 會大概介於28到30K的 舉手一下可以嗎 28到30 好 快速做了市場調查 理想化薪資 依舊存在在大學校園 滿不經濟的低薪道路 教授把門一關 學生沒概念 也沒意願面對 低薪嗎 沒有什麼概念 至少要30吧 我的第一個薪水是28K 你可以接受嗎 28 1 初期來說應該是可以 然後希望會往上升 28K帶得非常累 沒日沒夜 不行 薪資狀況 這個是就是藉由身邊的親朋好友 他們出去工作的狀況 就是我們找那個起薪25 28這種 校園裡面沒有讓你們知道 這樣子是不是 校園比較少 老師沒有明確跟我們講說 薪資大約是如何 他們是1990年後出生的燕時代 將面臨高學歷 低薪資 長工時 諷刺的是出社會前毫無心理準備 一份低薪就責的統計報告 其中教育體系與職場脫節上榜 顯示低薪窘境 扣合 教育失能 20年前大學畢業的時候 很少有人薪水不到4萬 我們新聞薪畢 對啊 就是大概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第一份工作薪水就10萬 對啊 那那個時候 就是當然跟現在完全沒辦法比 但是現在我當老師 大概年紀跟我差不多 那個年紀的老師們 我相信他們畢業的時候 薪水也許好 也許更好 他們可能對現在的行情 沒有那麼理解 20年物換新移 物價上漲卻心資倒退 過去的優渥變成現代的結局 高等教育任務局限於理論基礎 多數教授缺乏實務經驗 與社會長期脫節 那一份工作只有26K 2萬6 如果你們是有在租房子什麼 這樣的薪水我不知道 你們能領多久 產學供需失衡 釀低心輪回 開得出好薪水的產業 需要技術人才 應接畢業生所學卻無一技之常 普遍學非所用 少了不能取代的獨特性 薪資條件就難突破 即便雇主丟出一紙破碗 人得擠破頭搶端 因為你不做 多的是人在後方排隊 可能對於雇主 他們對於傳播人 工作領域內容不是那麼清楚 他會認為說 是一個很容易取代的工作 因為傳播人沒有一個 像考證照的東西 就是沒有非要不可的理由 對 他們會覺得說 反正就是辦個活動誰都會 台灣經濟關鍵字 近十年來都被低心佔據 非專業技術人員氾濫 低心工作暴增 產業結構沒從根本調整 低心問題就無解 理想時代淪為清平時代 這則報導告訴我們說 學校要負很大的責任 賴教授 這個當然要負責任 這個是責務旁貸的 我覺得在台灣的低心的問題是 各個層面都失控了 而且是很嚴重的失控 要整理起來真的是千頭萬緒 我們在學校確實是會跟學生 不斷的耳提面命 尤其對應屆畢業生 我們通常會比較著力在 大一的學生跟大師的學生 大一的學生一進來後 我們會跟他說 不要讀這個科系 趕快轉業 不然的話你真的畢業以後 如果每個教授都這樣講 到底要轉去哪裡 因為我們會根據這個 他們現在這個科系 那麼在這幾年 他們的就業的情況 例如說我們會根據他們的就業率 還有他們的就業的待遇 薪資 我們會去觀察說 這個系再功過以求 太多了 那真的是不能夠再讀了 或者是我們有時候會考慮到說 我們學校的特質 哪一些系有競爭力 哪一些系沒有競爭力 我覺得大一的學生 是最好的一個機會 他還可以去換跑道 例如說他可以轉系或是轉校 如果我講到轉校 學校一定會對我有意見 但是如果是在校內 你們系上可能對你有意見 對 都會有意見 所以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考慮到是學生他的未來 而不是考慮到 我們自己本身的未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定要先考慮的事情 大肆的學生 就是要提醒他們 就是說你已經要畢業了 你要開始準備 那麼職場是怎麼樣 企業主他的要求是怎麼樣 那麼責任很重要 也就是說你的責任感很重要 那麼薪水那麼大概會多少 可是我覺得一個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因為他還沒有精力 所以他不太能夠感同身受說 真的會這麼低嗎 他覺得不會的 有剛才那些學生就說 不可能的 他覺得不會的 可是等到他畢業以後 他這個工作找不到 那個工作找不到的時候 然後他發現 他的好像薪水開太高了 他開始自己在降了 那麼在降了 這個時候他的自信 開始在失去了 他開始會認為自己 是不是有問題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的教育部 教育的單位 跟產業的單位是脫節 也就是說我們不知道現在 跟未來台灣的產業的發展 的趨勢跟方向 我們大學在供應他們的時候 哪一些科系太多了 哪一些科系太少了 哪一些科系應該要調整 哪一些科系的學生 他已經不能夠滿足 現代社會的需要 我們都沒有考慮這些 教育部完全代負職責 完全代負職責 經濟部也好 或者是勞動部也好 沒有把這個產業的訊息 不斷的回饋到 教育的單位裡面來 都沒有 我們是各個部門全部都脫節 全部都脫節的話 學校就按照他自己 覺得哪一些系的成本最低 然後可以招更多的學生 他就招 但是他有時候要維持 這個學校的競爭力 或是知名度 他要成立一些會賠錢的系 但是也要成立一些會賺錢的系 賺錢的系意思也就是說 他需要的設備 技術的含量低一點的時候 那個會賺錢的系 你就會看到他會設得多一點 然後那個會賠錢的系 就是技術含量高 那麼甚至人事成本 例如說一對一老師 要一對一教的那種 那麼他的成本高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設得比較少 學校也有很大的生存壓力 學校也有很多的生存壓力 所以我們會看到經營一個學校 擔任過一級主管 擔任過相當的時間 所以對於學校的經營 比他能夠了解 他們的難處在哪裡 但是我覺得現在在台灣 出現一個很嚴重的訊息 一個部分裡面就是說 如果高技術含量的職業 高技術含量 高技術含量意思就是說 這個學生他投下去的 時間成本 心力成本 跟這個金錢投入很多的時候 他學到很多技術 可是他的待遇不高的時候 這個就是表示我們的供需 對於學校就出現很多的問題了 例如說像法律序考律師 他們的技術含量是很高的 但是問題就在於 現在台灣的律師 考上律師指導以後 當律師或是當醫生 他的待遇並不是很高的時候 那這表示什麼 供需有問題 供給是不是大於需求 如果說這個技術含量並不高 但他的待遇可以很高 那還是供需的問題 也就是說需求量大 供給量太少 你就會看到這個部分裡面 那麼訊息要充分的供應 可是我覺得我們在這個部分 都沒有 我覺得以台灣現在的情況來講 我比較不會去朝這個 說我們的年輕的學生 或是我們的勞工要多負責任 不會 其實我覺得是 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 企業界的老闆要負很大的責任 學校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你培養出很多 社會沒有很需要 而你卻供應他 成立這麼多科系 讓他有機會進來讀 可是你又卻不能夠保障他就業 而且不能保障他有一個好的工作 這個我覺得都是 學校要負擔的責任 可是政府要負擔的責任在哪裡 政府應該要引導 而且政府要創新的職種 我們台灣現在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創造新的職種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當然是講比較遙遠 大陸他再過兩年 他的北斗整個要覆蓋完成了 就是我們講的GPS 整個系統都要覆蓋完成了 這個就是一個新的職種 因為他們這個整個 目前來講 他們已經創造至少300 到600萬個就業機會 也就是說他原來他沒有GPS 所以這個職種在他們的國家 在大陸大陸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多少就業機會 可是當他創造了一個GPS 這個整個全覆蓋的系統的時候 他就創造了很多人的就業機會了 因為那些科學家要發射衛星 地面的接收站的人 要有人做 然後做這個手機的 就已經我們可以要裝進去了 所以你就會看到 他創造了很多職種 阿里巴巴部也是創造 很多的職種出來 也就那麼像京東 也創造了很多的新的職種 那意思也就是說 一個有為的政府 他要看到很遠的未來 說我原來的產業 但是我可以創造新的產業 我創造新的產業 讓我更多人的就業機會 然後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如果就業機會一大 產生供需改變的時候 需求量高於攻擊量的時候 我想大家就願意負擔更高的錢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政府真的是在 產業的引導這個部分 沒有前瞻性 沒有遠見 這個政府要負擔重要的責任 另外一個部分就企業家了 企業主不能夠一直用 維持低薪的方法 就是一直維持低的人事成本 支出的方式 來去增加他的競爭力 或是去尋求他生存之道 我覺得這個就是企業家本身的 這個企圖心太差了 也就是說我壓低勞工的薪資 然後我要求生存或是求發展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我覺得一個好的企業家 你給薪資帶動他 大家都有壓力的時候 你的產品跟你的經濟效益 跟你的產能效益 就會隨著那種 競爭的壓力而產生 當然對大佬來說的話 他一直認為貨幣政策 是重要一款 我完全同意 貨幣政策確實也是重要一款 但是在我們自己產業界 或是服務業 各部分裡面 我完完全全是完全 建議我們的企業家 絕對不能夠用壓低人事成本的方法 再求生存 這才是最重要的 大老 又要說你太天真了 不過我們回來談整個產業結構 等一下 我插一下 我有一件事情要請教賴教授 因為他剛剛把大專院校的 這個目前的運作 講得非常的高尚 高尚到我有一點難以相信 因為他說大義的時候 他會勸他們說這個將來出路 不好 薪水低 要趕快要轉系 轉校 這跟我聽到的不太一樣 現在有很多大專院校 是末端班的 後端班 馬上要面臨如何退場 那董事會說這些教授 你們要趕快去抓學生 要抓十個以上 要不然你沒頭髮 招生這業績 那我認為這些系的老師 需要去抓學生的系的 將來學生的出路 也是相對不好的 如果他的薪水5、6萬 人家學生難道不會來報到嗎 教授需要只是去抓學生嗎 但是這些大專院校 要為了自己的生存 要叫這些老師去抓學生 來維持這個沒有前度的系的生存 那你還問題說在教育部 問題在政府 問題在大專院校本身 難道沒有問題嗎 我從來沒有聽過你剛才講的 那麼高尚的 就是說我反而比較高尚 因為常常有那種大船的 大船的學生 來我們電視台參觀的時候 我說你打誰 你說打誰 我說可以走 不然你也沒辦法 唱你也不能留 大船也不能留 那到底能去哪裡 我問你 大船有幾個能像你這個樣子 我告訴大家 曾經我就說大船不能唸 心理系不能唸 那個社會系不能唸 凡是有一班裡頭 學生一兩百個的 都不能唸 一兩百個的 考試很容易過的 裡頭沒有數學的 每個人都可以踏實的 那些系都不能唸 不過這個是教育的 結構性的問題 到底我們現在的大專院校 有多少是應該退場 而死撐著沒有退場 這個也是教育部 要拿出辦法來 這不只是學習跟這個 社會上面的應用的落差的問題 還有少子化的問題 會讓這一個問題的嚴重性 更加的凸顯 但是回來看 我們的低性問題 剛才也提到產業結構 在這20年當中 沒有辦法轉變 沒有辦法創造 更多新的職務 以及配合更新未來的發展 這個部分 台灣失落的20年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來看這則報導 三千反腦絲 隨著俐落技術漸漸失去 楊師傅經手過的顧客 宛如台灣經濟發展史 前台的市長蘇南城 蔡坤董事長吳燦坤 在他刀下也只能乖乖做好 一個個大人物 配著他們走過台灣奇蹟 但這番榮景已經歸不去 以前的經歷79年 我65年開的 79年高平等級的時候 不知道那種情是怎麼看的 因為以前很有經歷在看 有經歷在看 我沒有去看賬 但是就是一個月 可以做小可以做的話 淚水忍不住 多框而出 因為20多年來 變化實在太大 努力撐住的李榮苑 就向台灣經濟縮影 生活到底過得好不好 光吃就知道 老闆 因為現在的錢都送了 我們買來了當地的住民小吃 包括了米糕 魚丸湯 以及一份黑白切 還有一份的棺材板 過去你想要吃到這樣的美食 你只要花一張100元鈔票 就能搞定 而且店家會找你10塊錢 不過你現在要吃到這些 你必須多付一張100塊 老店味道依舊 但價格卻翻了好幾遍 唯獨荷包越來越薄 台灣薪資水準遠遠趕不上 物價飛漲 2000年之後 因為台灣的供應鏈 跟全世界快速的分工 越來越密切 很多的大廠搬到大陸去 所以它的生產活動 已經不在台灣 所以當你製造業離開 服務業也沒有起來 你的薪資就很難成長 我想這個就是台灣最近這20年 大概就從2000年之後 薪資沒有成長最重要的原因 台灣政府拚出口 緊抓製造業和電子諮詢業 兩大經濟命脈 但企業外移嚴重 中小企業難以生存 不曉工業區產房替換率高 無法長時間穩定成長 為什麼說過去輝煌的年代 回不去了 從我旁邊的廠房 就是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牆壁斑駁得相當嚴重 所以代表已經很久沒有修理了 所以代表說這邊 也是很久沒有人來進駐 從我後面的這個鎖 也可以看得出來 大門伸鎖 而且鎖已經生鏽了 不過大家看到這樣的廠房 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怎麼說我們再過來看到這邊 其實房仲貼出來這些瘦的廣告 其實可以看到出來一整排 相當的多 所以代表其實廠房 真的是已經相當的難經營 再加上這邊 即使在路口 放上這麼大的一個瘦的字樣 不過過了很久的時間 依然是發人問驚 常上房仲廣告 看得出來歲月痕跡 經濟部工業區 卻驕傲彈出數據 截至2017年第三季 全台工業區進駐並運作的廠商 比率達到了94.5% 和過去全盛時期差不多 但這些資本密集產業 如ICT以及工業從事人口比例 僅佔全台三成 相較之下 批發零售 金融保險 再加上其他服務業人口 合計約近七成財事大宗 卻總是被政府望在後頭 要加薪嗎 要多用人嗎 中小企業才是這個骨幹 其實我往兩個方向想最快 服務業跟中小企業 不是你想的製造業 製造業開個工廠是能用幾個人 台積電開的工廠越多 台積電賺越多 但是台積電裡面能上班的 不是一般人 都是那種高科技的工程師 但如果你把服務業 比如說醫療 教育 金融 這三個行業只要一鬆綁 讓它活力釋放出來 它能夠扮演的角色 或能夠釋放的能量 我覺得不會比台積電差 服務業賺不到錢 收入相對不會太高 為了讓民眾有感 政府乾脆從基本薪資著手 近年慢慢往上加 2018年調至2萬2千元 不過只是治標不至本 把基本工資調高去加薪 我覺得這個是短期的做法 因為過去好幾年 可能調得不夠多 你現在調會有點用 但是不能只用這一招 如果光只用這一招 最後這些企業 他本身沒有賺錢 他怎麼每天去調工資 攤開報紙 求職廣告 白紙 黑字寫得很清楚 快遞外物3萬元 隨車司機3萬5 三字頭起跳的職務 隨便翻 隨便都有 但這個價碼可是在30年前 現在只能當作回憶 因為你用這些官員 他其實一直都是公務員品系 他們對於心力這件事情 他們有什麼太多動機 他們沒有動機 他一個月就賺這麼多錢 一個國家經濟成長率是5還是10還是2 對他來說是沒有影響 因為他的親自永遠都是這樣子 台灣在和周邊國家相比 更是輸得徹底 1992年台灣人均GDP 大到10766美元 當時韓國還不到8000元 但到了2017年 韓國加速衝刺 突破3萬美元大關 以5000美元差距 狠狠將台灣甩在後頭 過去的亞洲四小龍之手 現在卻敬陪募作 台灣到底還有多少20年 能夠被浪費 剛剛我們翻開那個30年前的報紙 30年前的真人啟示當中的薪資 居然比現在同樣行業的薪資還要高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跟你說 3萬5千 現在有哪有 是現在年輕人不要去 大家都在買賣 工也買賣 老闆也買賣 政府也買賣 我們大家都買賣 我們現在是要怎麼 要這個政府要幹什麼 來工地 對上班牧 你打二了 你賣賣 他說我賣賣 他不是賣賣 因為他沒冷氣人家吹 會打烈 要流汗 所以他不要去 那誰叫4萬 他不要去 現在工地找不到人 你賣賣人幫你加 也是3萬起條 賣兩個月過了4萬 做小工 土水的小工 一日子還有青梨 他們沒有 所以他就覺得 沒冷氣人家吹 他要來餐廳 錢比較少的沒關係 我來那兒可以吹冷氣 還有空班 還有妹妹可以開槓 實在說 結果不一定全部 說大家薪水都吃壞 你如果去工地看 欠工會很多 債務要賺錢 沒有人賺錢 沒有人要賺 現在白天要叫泰國來的外樓 外樓是怎麼做到深色 他還會加班 外樓他也是領最低薪資 你也不記得 但是他一個月算起來 會領4、5萬 所以他要拚加班 甚至落跑的外樓 他來拚一個月 拚一個月 他就要拚 工地 為什麼要拚 是不是我們這代的年輕人 他感覺說 對車3萬5 他還要賺錢 但是比了2萬 他感覺2萬 你會賺錢但是輕鬆 所以這不一樣的標準 你說錢一舊 錢一舊沒關係 他吃飯堂中 像媽媽我不夠錢 媽媽我要入股錢 媽媽我要 他剛才有一個媽媽的行李 每行都有 現在來出來 不然媽媽我們同學要開店 我又要高通 我們處理這個很多 我們服務的對象來拚 這個拚到沒辦法人拚了 我說你敢不記得他去吃頭路 他說那去 我給你介紹3萬幾 他說沒有 他就說這沒辦法 他就要餐廳 餐廳他要去 有冷氣人吹 要去飯店 所以這實在說 台灣在專行 農人政府有這個 族風也有這個 但勞鑽本身有這個 你說學校 為什麼大學比較認真 可能我們把這裡 要賺大學的人 其實你出來 還是兩萬歲就對了 不如這四年 你去賺全科的 記職學校 記職學校 還有這個他怎麼 就像漢鋼 就對了 電漢鋼漂亮 學兩年出來 一個月還有六萬 電漢鋼 你工夫比較好的 都六萬幾條 比較壞的還有四五萬 怎麼沒有 有啊 土水人在國裡 看看 如果要抹土水 就要幫你加 他到達台那裡沒有的 他們達技術 學一個技術 現在都學兩個技術 對 要娶婆婆 一次都學兩個 我告訴你 娶婆婆 現在 現在娶婆婆 你落地有錢 一看 一個月五六萬 你反而娶婆婆 所以這是結局的問題 當然北部 南部 中部 都有類似的情形 不過薪水家 老闆 你在說 你那兩萬五薪水家 老闆說我請你兩萬五 我實際幫你帶 是兩萬九成幾個你知道嗎 我還要留保 我還要風險 我還要我的行政事務費用 我的身份不是只有兩萬五而已 所以大家都在買賣 工也買賣 老闆也買賣 政府也買賣 我們大家都買賣 現在是要怎樣 這個政府要幹什麼 現在大家是要怎樣 我覺得學校的教育的問題 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跟歐洲大陸不太一樣 歐洲大陸他們很重視 這個工藝技術 就是工匠 他們的工匠他們的兩個系統 技術的系統 事實上是社會地位也好 或是待遇也好是高的 所以他們到最高階的時候 打飛機 坐飛機 或是坐汽車 或者是坐板金 其實那個都是很高階的 他們是這樣培養上來的 社會地位也高 待遇也高 所以他不是管理層 可是他是技術含量非常高的 理論的這個部分裡面 他的待遇反而是比較低的 也就是說你讀博士的話 你基本上來講就是做研究跟教學 你有實作 有這個實際的專業 那是不要 我們台灣的文化不太相同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可能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也沒辦法把歐洲的文化 他們那種非常重視工藝技巧的 可是現在好像有一股聲音 就是要恢復過去的這個技職教育 要投注更多的資源 我支持 我也贊成 但是我們的文化要培養出來 老闆也要有這個 整個政府也要 就不能夠一直太重視理論的 理論的就是讓他在研究教學 那麼不要再做實際上的操作 我們是學會理論的 那麼就 例如說拿到一個諾貝爾獎了以後 就覺得他什麼都懂了 可是他原來只懂分子撞擊 然後他現在拿到諾貝爾以後 他也可以管教育 也可以搞教改 也可以搞921大地震的重建 什麼都可以搞 那就是因為他可以搞分子撞擊 然後他就不要來搞這個 搞這個教育改革 那我們就會知道 在台灣來講就是你拿到博士以後 其實這個博士的翻譯也錯了 本來就不叫博士 專精之士 怎麼會變成廣博之士 你本來是懂得很窄 那變成好像你懂得 這是題外話 但是已經插出去了 不過我還是提醒一下就是說 本來一個國家的經濟 越成長的時候 一直在成長的時候 你的人力素質本來 就應該是在墊高了 那我們就不能夠再要求我們 一個高度成長的 經濟成長的小朋友 然後再去做那些很勞力的東西 例如說綁鐵巾 綁鋼筋的東西 這個在歐美的國家來說 他們也是發生同樣的事情 也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以後 那一些就變成由墨西哥外勞 他們來去接替 然後但是你的整個教育 要跟你的產業 你的產業要結合起來 然後提升你的這個新的 創造的競爭力跟產能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教育部 經濟部 政府 扮演的角色還是很重要 不過這失落的20年 其實我們本來有機會 把整個產業做一個轉型 讓大家都一起提升 不用再去討論 我們是不是要做30年前 那樣子勞力密集的工作 才有辦法獲得同樣的薪資 剛剛在講外勞 其實現在整個新興市場 新興國家快速的經濟起飛 以後太勞也不要來了 因為他們自己國家的經濟 也已經成長 他不需要來當外勞了 所以未來 我們很多依賴外勞的行業跟人力 也會出現缺席的狀況 你也很難有 世界有一個國家 像美國這樣子的 對移民這麼的友善 這麼的包容 當然現在川普 已經不再是這樣了 但沒有錯 像剛剛教授講的 他們長期靠不斷湧入的 新的移民 去接替最辛苦的工作 紐約市的整個成長 紐約市最辛苦最底層的工作 就是幾百年來 就兩百多年來 每一次的世代 都有新的移民湧入 他們就做那個最辛苦的工作 但是事實上在台灣是不可能的 我們也不可能再依賴外勞下去 所以今天這個問題是環環接口 我們就回到20年前 還是李登輝主政的時候 在那個時候 其實是第一次 就是說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全球化 衝擊了國民黨政權 這是國民黨政權兩次 一次是上次我們加入WTO 一次是這次的ECFA 都讓國民黨政權 失掉了非常重要的江山 但是這是不是台灣必須要走的路 是的 可是面對全球化的衝擊的時候 上次加入了WTO 很多的產業是出走的 在新的競爭環境底下 不只是之前我們就被迫 被美國壓迫底下 然後必須台幣升值 所以很多不可以再用高污染了 不可以再用低廉的勞力了 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我們很多的企業是出走的 在那個時刻 其實我們有一個非常錯誤的 界級用人的政策 所以連戰說的 亞太營運中心 二三十年來沒有辦法成真 而且在當時 我記得李登輝就說 他要扶植很多新興的產業 如同剛剛賴教授說的 到今天小英也說 他要扶植很多新興的產業 可是真實的真相是 這二十幾年來 沒有一個產業是成功的 那麼政府的眼光 為什麼老是賭錯 下錯了 他只是因為他的朋友告訴他說 很多都是這樣 他的好朋友告訴他說 航空業做下去 結果倒 賣起來 生技業沒辦法 他都有很多其實嚴重的問題 可是重點是說 當他不把大陸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 戰略的一個變數跟因素的時候 你做任何事情都很難起來 陳水扁的時候受到金改 到今天我們的金融 沒有辦法開放 你看新加坡現在 他面對了前後的夾擊 他金融的自由化 他在面對Fintech這一塊 人家做得多麼的積極 台灣是這樣子 就算壓對了 你看他覺得對 這個是對的 可是他投注的能量這麼小 就很像小孩子在辦家家酒一樣 那你怎麼可能在這麼激烈的 國際競爭裡頭 這個新的產業可以長出來 還可以長大 然後還可以在國際上面 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的政府早就沒有當年 蔣經國 李國鼎 孫運璇時代 的那種技術官僚拚命 然後趕衝 蔣經國是要做十大建設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他瘋了 台灣幹嘛還要告訴公路 都是農田是要給牛車走 什麼叫做前瞻 你要敢賭 你要敢大規模的弄下去 你很多的基礎建設 是必須全盤的配合 沒有這樣的環境 怎麼長出這樣的東西 我現在講的 台灣需要的 已經很多不是硬體了 好 講教育 教育現在全面 已經我們過去說的 什麼技職教育這些東西 早就應該改 現在改了也來不及了 全部通通都要改了 因為你現在 所有的工作環境 我們的所謂在生產 第二個產品的附加價值 跟附加成本已經是趨於零了 現在的科技已經跟過去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終身學習 你也不能只學習一樣 你的工作也不是像以前說 我現在畢業之後 我立志要在一個大公司 或在一個行業裡頭 然後慢慢…累積的時候 然後我最後出人頭替錯 你可能每10年 每5年 你就要換跑道 你就要換行業 這就是現在 未來新的時代要來臨了 很多人講說 台灣這20年來 沒有辦法轉型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台商還有大陸可以去 這裡不可以住 那裡還有燒的 便宜的勞工便宜的土地 盡量污染沒有關係 現在大陸也不行了 再跑到越南去 越南有一天也不行 再跑到柬埔寨 柬埔寨不行跑到遼國 很多台商 我在講去年年底的時候 當中俄大陸祭出了這個環保的 空汙令的時候 它就收起來了 不要做了 我還有多少力氣 我這輩子還要夢母三千 牽到哪裡去 它就收起來了 那表示說你這個產業本身 它其實的競爭力 各方面都有問題了 所以對於台灣來講 你這個一環一環的相扣 我們今天教育要面對的 不是少子化 所有的私校以後 都沒學生的問題 然後加上整個的產業的型態 我們現在現存的教育型態 已經不是哪個戲不要去念了 是所有的戲都有問題 我必須告訴大家 可是今天台灣人 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今天真正大家在講的 這些科技巨破 他們現在想要搶的人才 全世界是高度稀缺的 因為大學教不出來的 現在有幾個大學可以教出來 現在的人工智慧所要的人才 台灣這部分算是厲害的 全世界搶 但這些人有幾個人 我們怎麼樣在台灣 你要不要設立 新的這種教育機構 台灣小朋友很聰明的 數學能力很好的 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一定要有數學 一定要有資訊 你要不要大規模 你現在還在 我們還在想那些 你知道 有空不順的 那種上個世紀的問題 你解決完了以後 是沒有辦法見效的 為什麼 你解決的是上個世紀的問題 不是明天要面對的問題 請我們現在的官僚 不要解決昨天的問題 請解決明天的問題 你覺得昨天的問題解決了 明天還是沒有用 你還是死在沙灘上 因為未來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今天再講 中國大陸 他全面的高度的 快速的一下子翻上去 他連全世界的科技 跟美國平起平坐的時候 你台灣在這個時候 採取什麼樣的策略 你怎麼樣全面的鬆綁 全面的開放 不要再保護 不要再管理 這些不當的保護 不當的管理 我們的金融 我們的科技 我們所有的方方面面 新創的產業 通通活不了 通通沒空間 通通都窒息 通通被逼得 要跑到大陸去 這就是現在的現實 所以台灣必須徹頭徹尾 非常大魄力的 做一個大魄大力 改變所有的教育 產業的環境 台灣才會有機會 我這邊補充一個訊息 例如說剛剛他談到 我們台灣的 有關於科技的 特別是AI 機器人 人工智能的 我們有個學校 那麼在國際上是很有名的 就台灣科技大學 很有名 但是問題就在於 台灣的廠商 給的錢太低了 我們看到的是外國的公司 都到這個學校裡面來找人 所以他們很多畢業生 就馬上去美國祭苦 就被聘走了 也就是說我們培養出一些 很棒的學生 結果我們自己的老闆 口袋裡面捨不得掏出錢來 然後就被外國人挖走了 而且他們是主動來 然後說我給你所有的條件 然後你到我們這邊來 我們有一些學生 就變成被挖走了 那不是又掏空 那原因還是在哪裡 還是在敵心 我們的老闆 為什麼扣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人才流掉以後 然後就說我們沒有人才 因為你根本不忠視人才 當然就沒有人才 我們必須趁著老共 可以騰龍壞鳥 然後高科技轉型成功的過程當中 台灣也必須 在這個時候就是谷底了 沒有更壞了 一定要翻 我們的跨年晚會剛剛才過 不是只有這個問題而已 為什麼所有的大明星都不在台灣 就是因為獲利薪水市場太低了 從今年開始 華盛頓郵報講的 大陸的市場 就他們的內需市場 他們的消費 已經要超越美國了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我們不去攻略 我們還在等什麼 當然 除了等一下 我也要補充 我聽你說得這麼慷慨 我想你是在選擇 你那個不是市長的層次 沒有 市長可以做很多事 我那個是全國的層次 不過 我要回答一下 剛剛賴教授講的 你說台北公專 現在的科技大學 他訓練的人才 人家外國用高興把他牽走 為什麼我們的老闆 這麼摳 這麼吝嗇 這樣的看法不是很正確 你要曉得 這是全國上上下下 每一個行業 都在低薪低價的層次在運作 所以你看 我們剛剛講南部比較便宜 不只是南部 我跟你講 我們是雲林 彰化 嘉義最窮 他們就像台灣 台北就像瑞士 你跟我意思沒有 所以你今天台灣的老闆 不能說 不能說你今天台北公專 或是科技大學 有很優秀的人才 我特別高價跟人家比 把他請過來 他這個老闆 其他的員工怎麼辦 我跟你講 因為台灣長期就是代工 這個是連動的 你知道嗎 這是連動的 所以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大家都說低薪 低薪是今天的事情嗎 是去年的事情嗎 是前年的事情嗎 是前年的事情嗎 超過20年 而且還不止20年 我們這個低薪的總值 是在1992年南下的 洪環南總裁上台的那一年 不 總裁是1998 但是在他上任之前的六年 那個時候我們本來 我們新台幣的匯率 是一路漲到24塊 有人覺得說24塊不行了 我們不能再漲 我們再漲 我們的外銷 我們的出口 住不下去了 打煞車 從那一年 我們的種子埋下去了 我們本來只是 草地做模型 去工業區 要去做那個 做什麼 做 做業員 做業員 但是從那一年開始 我們這種 因為產業帶動 我們匯率帶動的 就高一個段落 我們從那一年起 就是說 我們現在賺錢 賺錢之後 台幣的升值 台幣的升值 出口的排走 所以央行就說 我們印鈔票 我們這些貪的外貨都買到 就是用人為的方法的手段 把這新台幣壓低 所以我們可以繼續做 同樣的事情 這個一做 做二十幾年 做到 這個女工都人老租房了 賺的錢 都被有錢人拿去了 那看看自己 我怎麼賺錢 空有義務 而且這個老公是沒人要商量 所以今天台灣需要的是 要重新強化 你這個已經過了中年人的體質 然後學新的技巧 然後重新再出發 老共這個叫什麼 叫騰龍換鳥 騰龍換鳥 我們必須趁著老共可以 騰龍換鳥 然後高科技轉型成功的過程當中 台灣也必須在這個時候 就是谷底了 沒有更壞了 一定要翻轉 我認為這是一個契機 就像我剛剛說的 危機就是轉機 對 因為你現在工業4.0 坦白講 我們的代工也面臨很大的瓶頸 然後我剛剛說的 所有的國家都富起來了 你還要到哪裡去 不可能 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所以你必須被迫轉型 很多的企業 就真的要結束跟被淘汰 每次那一兩年的風暴過了以後 韓國一轉身 馬上一走 走7年 走6 7年的熔頸 他一上去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人 台灣就是怕不怕 新的東西要長出來 而且要百花齊放 要各式各樣都可以長得出來 然後再從台灣 作為一個基地出發點 以全世界以大陸 作為我們的市場去攻略 台灣還是有機會的 不過剛才所講的是 產業轉型的層面 不過貨幣政策 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能夠提供台灣 在這個轉型過程當中 一個什麼樣子的幫助 大老 就是要升職 不是 講到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不知如何是好 因為我們台灣多年來已經講 你都不知如何是好 大家要如何是好 因為我們全國產官學媒體 不管藍不管綠 一個口徑 一個死腦筋 每次聽到說 新台幣要升值了 糟糕 新台幣要升值了 新台幣要貶值了 好 我告訴大家 全世界200多個國家 只有台灣這個樣子 為什麼是這樣 你知道嗎 因為一個國家 是只有你生產力強盛 你國力往上升的時候 才會升值 你的幣值才會升 哪有一個國家的國力 是靠幣值掉下去 然後我再上來的 如果你看每一個國家 30年來的走勢 就是強盛的時候這樣 衰敗的時候這個樣子 強盛衰敗 強盛衰敗 韓國是這樣子 日本也是這樣子 老共後面跟上來 他也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看台灣的走勢 台灣不是這樣 台灣在1992年前是這樣 後來 這樣走 所以你對14A總裁合意見 這表示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30年來 我們的從1992到現在 我們新台幣的所謂 相對有效費率 我要講得很清楚 要不然央行的職員 奉他們老闆又要笑我 說我不懂 就是相對有效費率 匯率 我們起碼扁了四十幾% 我們的老闆 不爭氣的老闆 每次都說韓元扁了 我們扁得沒有韓元厲害 我們鬥不過韓國 我告訴大家 韓元從來沒有扁得比台幣厲害 人家韓國爭氣 韓國跟台灣有哪一點不一樣 就每一次金融危機 我們有三次的金融危機 1999 2001還有2008 這三次金融危機 韓國都讓他們的韓元 該跌就跌 我們跌得比他們少 但是我們的總裁說 我們厲害 你看 我們就是洋流百動 我們小船在大船旁邊 我們大船翻身 我們不會變軌 很厲害 這就是錯了 我跟你講 你該跌的時候 這是一個步行的小企業 被淘汰的契機 所以每次那一兩年的風暴過了以後 韓國一轉身 馬上一走 走七年 走六七年的榮景 他一上去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 台灣就是爬不起來 人家已經換了好幾隻鳥了 我們還是跟他那一隻 每次毫無例外 韓國該跌的時候跌 該漲的時候 漲得比我們胸 我們該跌的時候不跌 我們該漲的時候沒有力氣 澎湃南說這多厲害 你看 我們穩定 我們你看物價 薪資 都很穩定 澎湃南甚至講低薪低價 要比高薪高價好得多 你看我的功勞 14A就是這個樣子 可憐的 現在大家吃就苦了 我跟你講 二十年來為什麼大家 不覺得那麼辛苦你知道嗎 因為物價也低 而且除非你出國旅遊 你覺得說 台北這麼沒價錢 還有我們現在的政策 就是把台灣搞成 雲林嘉義跟彰化 因為雲林嘉義跟彰化 就是一個低價低薪的地方 他可以把台灣這樣貧窮化 可以製造 繼續不斷的去製造 廉價的東西 可以拿出去賣 可以拿出去賣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施晉級說 如果沒有FTA沒關係 新台幣又下7%就好 什麼又在新台幣下7%你知道嗎 當新台幣貶值7%的時候 我們出口的東西就便宜7% 但是各位的財產 你們家的房子 你們手中的錢 通通貶值7% 這樣夠厲害 那款官我也可以做 那款婚姻長我也可以做 那請坐我扁的比較厲害 這樣都沒救 你今天得罪很多人 得罪所有餐飲科系的 還得罪雲林彰化嘉義的所有人 其實現在台灣很多科技業 都非常擔心台灣 都會變成世界的宜蘭 就是說好像日子過得 還挺舒服的 但是慢活 沒有競爭力 然後人也變很少 車也變很少 宜蘭 那血水不能開通 對啊